刚刚加的部分是这样 移除的话特别重要 你不同的那个加的方式 就会有不同的移除 当然你不能用清除 因为清除没办法清掉 它只能清资料 不能清全部 另外当然你也可以用那个什么 clear 整个就是类似像这种 把这个资料里面 清除里面有个清除全部 不过我们也有可能清掉框线 它里面只要 可能要保留没保留 所以变成说一网打尽全部清除 所以我们如果要移除的话 可能就是针对你刚刚怎么加 你就怎么把它移掉 所以我们刚刚有加了四种 第一个如果我今天加第一个是A 那我针对什么 它的phone color 所以你phone color 质的颜色 如果我刚刚把它改成蓝色 如果要改回来的话特别重要 改回来的话很简单 改成黑色就好了 诶 那怎么改黑色 RGB是RGB刮虎 我讲过颜色 如果我是黑色的话 那应该是多少 其实三个都零就对了 OK 那如果三个都恶物是什么颜色 那就白色嘛 对不对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很简单嘛 其他色彩 黑色找一下 这个不是黑 这个才黑的 制定了嘛 000 那白的话呢 就是全部嘛 OK 类似啦 反正不用背啦 大概久了 多用个几次 大家有概念 所以呢 很简单 反正的颜色改成零零零 风color等于零 它就变回黑色了嘛 那第二个呢 如果你底色的话 底色的话呢 它就是intro color intro color呢 你之前我本来是想说把它改成白色的 RGB刮糊 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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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好像对 可是后来发现怎么样 会有点破绽 因为我本来是把那个intro color 本来是写成什么 写成这样子 RGB 这样 恶物 这边恶物嘛 白色的话呢 就是全部恶物 就把底色填成白色的 看起来好像OK 因为我之前本来教是这样 就是教清楚 不过后来 各位有没有发现 是白色的 但是这一块好像怪怪的 结果同学说 老师不对啊 那个原来隔线不见啊 后来对 这样不行 虽然说你把它列印出去的时候 它本来就没有隔线 那也不影响 可是当然我们要什么 实事求是嘛 所以后来呢 我就找了一个比较标准的答案 如果你要清除的话 intro color 记得就是不能用改颜色的方式 而是怎么样 变成很简单 把它变成没有 那没有的那个 在VBA里面的那个 叫什么呢 它叫常数 没有的那个常数 告诉它没有 常数的话就是xl none 没有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 没有颜色 在这里 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xl none 没有颜色 OK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把它做一次给各位 这个地方 把它清楚 你会发现 有没有 又回来了 所以特别重要 底色不能填白色 直觉好像可以 不过表面上可以 后来发现不行 就是用没有颜色 OK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c的部分 c是框线 那框线怎么去掉 刚刚boulder加s boulder使点color等于红色的 那如果你要把boulder 变成没有 它另外有一个属性 叫做boulder使点light light就是线条的style lightstyle 它里面有个lightstyle lightstyle怎么样呢 把它的lightstyle等于没有 OK 所以清除的话呢 第三个清除就是 线的清除的话 就是把它什么 本来是boulders点color 对不对 轻力把它改成什么 boulders点lightstyle 那如果说当然你 你这个地方 前面没有刮糊的话 你其实点一下这个 boulders点 打一个light lightstyle就出来了 然后等于什么呢 等于xl none 它也会OK 那最后记得 要把这个刮糊补上 就是刮糊拿掉 那最后还有什么呢 把字的粗体 变成没有粗体 我刚刚讲过就false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颜色一样 因为我刚刚有加红色 所以你把它改成黑色 那就OK了 所以基本上加的四种方法 跟去掉的四种方式 大概是这样 很多经常会理解的 你不用背 因为这东西 实际上背 背的话呢 当然也很容易就忘记了 不过即便你理解了 还是会忘记 怎么办呢 再讲一遍 再云端 其实云端呢 是我自己平常喜欢的方式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写的程式 也会忘记 怎么办呢 我就自己打开手机 因为手机里面呢 也可以连到云端 随时我在任何地方 都可以看到 我之前写过的东西 所以这也是一种好方法啦 但我自己习惯 不代表你们也习惯 所以也许你可以 自己找一套方式 可以让你想找的时候 可以很方便 找到那些讯息 就OK了 当然尽量要能够找得到 不然哪一天你又找不到 你就会 我想你应该常常会这样 就是那个东西 好像我曾经学过 但是呢 我不知道放哪里 那你找到的问题解决 找不到呢 那你就很头痛了 为什么 因为你就陷于那种 胶着状态 所以尽量还是要 还是要学会一个方法 就是整理资料啦 OK 我习惯是放云端 好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怎么样 清除 那最后的话 还有一些补充的东西 因为 这个也许今天 大概来不及讲 就是框线部分 因为框线其实也很重要 所以后来就有同学问说 老师 我那个报表 要列印之前 我常常都需要加框线 那而且会有很多报表 我想 可是每次都要加很多框线 很麻烦 可不可以一键完成 加框线 当然可以啊 这边的话呢 加实线 不够 加红色 不够 要再加粗一点的线条 OK 所以这边有1 2 3 还有清除框线 OK 所以1 2 3 4 那这个部分的话 基本上都只有一行程式 两行程式 三行程式 清除的话呢 其实就一行程式就好了 最后呢 如果你觉得说 老师这还是太单纯了 可不可以复杂一点 比如说我希望怎么样呢 加上去之后 外面这些都实线 只有中间 就是栏位名称的部分 变双线 那这部分该怎么做 基本上呢 我大概讲一样 因为今天时间可能差不多了 那我们重点就是 第一个 在云端上也都有 第一个呢 如果你要加实线框线 就是针对你要的范围 我用range range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范围 A1到G7 假设这个范围 它的什么呢 如果你要加实线的话 就是点boulder 不过你会发现 用range的好处 刚刚sales点下去 它出不来 可是range可以 你打一个b boulder就出来了 点什么呢 它的样式 lifestyle 等于什么呢 实线 那实线问题 它有的长处 你打不出来 没关系 移到lifestyle上方 按一个F1 那F1呢 意思就是说呢 它会呼叫说明档 也就是call help 里面的话 会有个lifestyle的 一个长处的连结 点进去 你会发现呢 它这边有告诉你说 如果你是实线的话 其实就连续线 是这一个 这个长处名称 对应的后面就描述 虚线这一个 如果双线的话 是xl double 我们要的是什么 实线 所以你把这个实线 复制一下 贴到哪里呢 贴到那个 lifestyle后面那个就可以了 这个叫常数 OK 另外当然你可以 等于1 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 但是我不建议啊 其实那个常数 对应的 就是后面那个数字 那可是你用后面数字 你基本上 会不知道说到底 它对应的是哪一种线 数字的话 未来你可能看不懂 但是常数的话呢 基本上比较看得懂 所以通常会把 这个常数复制之后 贴到后面来 把它贴上 这样的话呢 就产生实线 然后颜色的话就color lifestyle是实线 lifestyle红色的话 有没有 就这个实线加红色 那出细的话呢 就是什么 点什么呢 点一个叫 它的叫wait 点 它的算是 这个wait的属性 等于什么呢 后面如果出细 你不知道没关系 一样 在wait上面按一个F1 它一样会跳 call help 然后呢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 它的值 你可以按一下 这个 这个 它的 一样会跳出来 跟你讲说 如果你那个线条 最细的是这一个 适中的 我要最粗的 就这个 所以可以把这个什么 复制一下 贴到这个后面来 这样的话就最粗了 所以 一二三 如果把框线拿掉 就lifestyle 等于没有 所以基本上 我刚刚做的 一二三清除 OK 那这条线 如果我是要像这样的效果 这边上面的话 其实你可以针对这个range 的上面那一条 我讲过了 Bolder Bolder加S 它是一个集合 它是很多条线 所以如果你今天 最后呢 假如说要是像刚刚这个 实现红色之后 然后你针对什么呢 特别注意哦 Bolder加一个前刮壶 如果你Bolder没有前刮壶 它就是所有的线 那如果你前刮壶 你要这个范围 A2到G2的上面那条线的话 那你就给它什么 XLH Top Top是上面嘛 它的颜色怎么样呢 给它点lifestyle 它里lifestyle我要双线 所以什么呢 等于双线你可以查一下lifestyle 里面我记得是什么 XL的double 如果你记得起来 你可以自己打 XL double 如果你没有打错的话 它会自动把D变成大线 然后另外的话 这个是A1到A7的左边 右边这条线 也是double 所以做完之后 按一下这个 它就会产生我们要的结果 那你一样可以清楚 因为时间关系 今天大概就是讲到这里了 那下一个礼拜的话 后面还有那个 逻辑里面的那个联集跟交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最后呢 今天我想就是把那个逻辑的多重 然后还有就是如何把它变成输出的时候 加上格式 那格式我一直强调 就是只能够在Sub上面做格式设定 方选就不行了 OK 那方选如果说未来 你做完之后 你要让别人每一台电脑都有你写完的这些方选的话 我在那个讲义 还有在云端上有讲到 你可以把那个你的档案 存成真意级 就是请 比如你要把你写完一些方选 每一台电脑呢 它未来一启动呢 就有你写的方选 可能你们公司内部所有电脑都希望 有你写的这些方选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存成真意级 那怎么做啦 因为在上面有 只是说细节可能我要demo下个礼拜再来看好了 因为这个还是有一些细节部分 那做完之后 它一启动 你们写的VBA 它插入函数里面呢 也会由你写好的那些方选 制定函数 所以有些人其实 他也不一定 也需要去开发那个VBA 你写好也可以给他用 那至于怎么样 把你写好的VBA 给对方使用 那至于细节部分 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谈 因为可能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写完之后 你还是会想说 怎么样保护你的智慧财产权 为什么 因为如果全部给他 程式码他也看到啊 所以有个问题 怎么样让你的程式 不要让别人看到 OK 不然的话呢 人家程式就看到了嘛 就自己拿来改一改 以后变成他的 所以怎么样保障 智慧财产权 OK 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我们下个节目来谈 回去的话 建议各位啦 如果今天有上三个小时 如果尽量能够找出另外三个小时来练习 这有必要性 OK 不然的话后面 难度会越来越 越来越再困难一些些 OK 那今天的话 我想我们先到这里 哦 就跟他一路了